美城进信会,网上主日崇拜,现在开始! 各位,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新生命、新价值、新生活 我们的重点放在新价值 所以我们这几次都是讲价值观 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属于哪个教会 或者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非常欢迎你 假如你不是个基督徒,我们更欢迎你 你来参加是我们的光荣 假如你在这里听到,你觉得你很羡慕基督教的真理 你愿意追求,你愿意再探讨 我们邀请你,听完了之后,在这个网上留言 你留一两句话,一两个问题,我们会回答你 现在我们请大家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金钱的价值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让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努力工作的 勤奋工作的民族 以致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很好 主啊,但是我们也承认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重视这个金钱了 不错我们是一个懂得去赚钱 懂得去攒钱的民族 但是我们往往不懂得怎么样去花钱 不懂得把我们的金钱放在哪里 并且我们很多的决定都是被金钱来推动的 让我们成为一个很被动的民族 并且我们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充满忧虑 今天我们求你 纠正我们对金钱的态度 给我们有一个从天上来的 从你而来的正确的态度 不错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工作的 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知道怎么样去赚钱 知道怎么样去花钱 知道怎么样去捐钱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现在请大家起立 唱两首歌曲 早晨我睁开眼睛 可望聆听你声音 心中思想你的好 更多与你来亲戚 夜晚我仍然要歌唱 夜晚我仍然要歌唱 一首歌 等他要唱给你听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亲爱主 我又追选你没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息 亲爱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我仍然要歌唱 从早晨到早晨到早晨 请来主 我要伸颂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息 请来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我的主 我爱你 我要换你的爱无止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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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你的爱无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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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baby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息 请爱主 一生紧紧跟随你 从早晨到夜晚 从黄烟到高深 请爱主 我要唱送你baby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息 请爱主 一生紧紧跟随你 从早晨到夜晚 从夜晚到高深 请爱主 我要唱送你baby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息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早晨到夜晚 一生紧紧跟随你 从早晨到夜晚 我唱到夜晚 你爱主 我唱到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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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Luc�� Kong 在 inspired by 禹ved you 尤其 in glory 我唱到夜晚 我唱到夜晚 我得罪祢,免得我远离。 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祢声音。 做我交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花却长存。 天地将毁坏,你的花却长息。 我将你的话语,伸藏在我心。 免得我的罪祢,免得我远离。 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祢声音。 做我交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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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将摇过去 你的花却成春 天地将毁坏 你的花却成熙 我将你的话语 深藏在我心 念得我的嘴里 念得我远离 哦主爱我清静 我爱你声音 做我交欠你的 做我如上的光 请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34节 不要为自己挤斩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也有贼 挖窟窿来偷 只要挤斩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嗅坏 也没有贼 也没有贼 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们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知 积需在仓里 你们的父 你们的天父 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寿数多加一颗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样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 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野地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 说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所需用的 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各位在你面前有一本圣经 我鼓励大家每天读圣经 这本书跟其他的书是不同的 其他的书都是地上的书 都是人的书 这本是天书 是上帝的话 你不读这本书 你只能够有人的意见 有人的看法 那些意见很多都是错误的意见 这些意见往往使你混乱不清 特别是面对今天这个疫情 我们也有很多的意见 我们听了很多人的意见 政治家的意见 还有朋友从微信传过来的意见 我鼓励你们每天都读这本圣经 让你很清晰的 有从神而来的指引 好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金钱的价值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犹太人以外 中国人应该是最重视金钱的民族了 我们看看我们发现 这个红包这个东西啊 除了中国人之外呢 其他的民族都没有这个传统的 其他的民族要送礼物就送礼物 但是不会有红包的 这个红包这个东西 就反映了我们中国人 多么重视金钱 上次我们谈到工作的价值 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呢 工作跟金钱呢 往往是分不开的 今天很多人拼命工作 我们选择工作 背后都是因为有金钱的推动 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是金钱的推动 那么金钱推动有什么问题呢 是有后果的 耶稣在这里就讲到 被金钱推动的人 被金钱推动的民族 是要承受很多的后果的 第一个后果 就是没有安全感 在十九节 耶稣就说 不要为自己挤赚财宝在地上 请大家注意这红色的字 为自己地上 等一下我会解释 地上有虫子咬 能锈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那么以前的房子 在中东以前的房子 那些用的一些铁 会长锈的 所以能锈坏 那么就是他的房子 会有贼来挖窟窿来偷的 那么在地上的财宝 那些钱它会长锈的 刚才我说家里面的东西 家里面的东西也会长锈的 那个门上 门的锁等等 用铁的也会锈坏的 那么他们的财宝 会有虫子咬的 其实是用虫子咬 是一种细菌 使他们的钱有虫子咬 那些财宝也不光是钱 可能是一些仓库里边的一些东西 一些粮食 那会有虫子咬的 很多农民 他们积攒的 也是财宝 都是土产 那么那是当代中东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的钱 会不会锈坏 有贼挖窟窿来偷呢 今天我们的钱不会锈坏的 也不会有虫子咬的 但是我们今天有金融危机 还有房价大跌 一下子房价跌了 就好像现在 你以前买的房子 现在贬了 但是你买的时候是很贵的 你供的时候 还是要按以前这个价格来供的 现在你想卖 你发现 这个房子卖了 就有损失了 还有一些人 他的婚姻破裂了 他婚姻破裂 他本来两个人买了个房子 婚姻破裂 两个人就要分了 一人就办了 那么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 我们把一些财宝积攒在地上 是没有保障的 所以没有安全感的 刚才我们请大家注意 这个为自己 还有这个地上 这两个红色的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 是不是耶稣不赞成我们 攒钱呢 不是 因为耶稣强调了 不光是把钱放在地上 也不是为自己 假如你为了神 为了天国 你在地上还是可以攒钱保的 这个财宝 真言第六章第七到八节说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 据脸粮食 他就说 你们这些人 要跟着蚂蚁学一学 你看他们 他们夏天 已经预备冬天的食物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 我们赚的钱 我们把它存在银行 银行里 预备将来可以用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收割时 据脸粮食 那我们今天 假如我们的财宝 放在银行里 我们是为了天国的缘故 为了将来在天国里面 可以享用呢 那就不算是把财宝 挤斩在 光是挤斩在地上了 所以圣经并没有反对我们存钱的 假如我们一点钱就不存了 一下失业了 就好像今天了 很多人就非常的慌张了 好 所以圣经并不反对我们存钱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存 存多少 那么耶稣还说呢 假如我们太重视金钱呢 我们的眼光就会很短 我们就会很短视 耶稣说 只要挤斩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嗅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耶稣说 很多人的眼光很短嘛 只是把他们的钱存在地上 没有存在天上 换句话讲 今天犹太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都很会投资 我们有了一个房子 又买一个投资房 然后有了第二个房子 又买第三个房子 希望以后呢 我们就万一没有工作 我们收租也够了 这个都是短线的投资 都是说我们看不见永恒 一个真正的投资呢 反而是看见天上 天上的财宝 原来是非常的坚固的 它并不飘忽的 并且我们在天上的投资呢 不需要太多钱的 我们现在用我们的钱去帮助人 我们用我们的钱去发展天国 就是投资在天上了 所以耶稣鼓励我们 不要眼光那么短 我们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 看到永恒 假如我们被金钱推动呢 还有没有安全感呢 还在第二十一节那里看到 因为耶稣说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各位 你不要以为这句话的意思啊 就说 耶稣就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了 你的心也去到哪里了 那你就说 那没有问题啊 我的心就在财宝哪里啊 那有什么问题啊 耶稣的语气并不是这个 耶稣说因为 耶稣的刚才不是说吗 他说 不要挤赚财宝在地上吗 地上是靠不住的 地上的财宝会失去的 天国里边的财宝 才是最可靠的啊 他说 然后就说因为 就是说 你们把你们的心 这里不是说吗 你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把你们的心 放在这个地上的财宝上 你就没有安全感了 因为地上的财宝 本身是不安全的 会贬值的啊 他会有金融危机的 你把这个心也放在哪里 你的心就不安全了 你的财宝不安全 你的心也就不安全了 所以你就没有安全感了 耶稣这句话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 假如我们太重视金钱 什么都被金钱来推动呢 你永远不能放心的 你不会有安全感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后果 金钱推动的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呢 就是眼睛昏花 眼睛昏花 在22节那里 耶稣讲到两种的眼睛 他说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辽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耶稣说 眼睛是身上的灯 这句话很厉害 就是说 你看一个人的样子 你看他的鼻子 你看不出他的性格来 你看他的耳朵 你看不出他的性格来 你看他的头发 也看不出他的性格 你看他的嘴 有可能会看到一点点 特别是他讲话的时候 但是呢 最重要的器官呢 就是眼睛 你看这一个人的眼睛呢 很快你都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个性 能够看得出他的内心 特别是这个原文呢 这个嘹亮 你的眼睛若嘹亮 他不是说一个人的眼很亮 或者是很不亮 嘹亮的原文是单纯 单纯的意思也就是专一 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很单纯 只是看着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很单纯了 就很专一了 一个单纯的眼睛 就显示一个人光明的个性 所以眼睛假如是单纯了 全身就光明 假如不是的话呢 二十三节那里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假如不是的话呢 眼睛假如昏花 整个人就陷入黑暗当中了 那我们会问 为什么眼睛会昏花 很简单呢 因为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是有关系的 耶稣说 我们不要把财宝放在地上 要把集财在天 我们的眼睛因为不专一 又看看我们的主耶稣 又看看我们的金钱 那么两边看 看来看去 看得多呢 你的眼睛就昏花了 你试试把你的眼睛 看看左 看看右 看看左 看看右 你看得多呢 你的眼睛就昏花了 这种昏花很严重的吧 怎么严重法呢 后果非常的严重的 二十三节那里还说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耶稣在这里 中文圣就翻译成一个 好像是一个问题 那黑暗是多大呀 不是这个意思 他其实原文是个叹息 耶稣在这里有个叹息 他说 你里头的光 假如黑暗了 那个黑暗是何等大 这个呢 应该翻译成 翻译成一个 何等大 连耶稣也叹息呢 那这种状况呢 非常严重了 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们眼睛一定要专一 不能够两边看的 看多了就会昏花 眼昏花了 整个人就有很大很大的黑暗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警告 好 我们看看第三个后果 金钱推动的第三个后果 第三个后果呢 就是一心二用 一心二用 这个一心二用啊 其实是门徒的问题 不是一般人的问题 因为他一个心 一条心 要侍奉两个主 耶稣在二十四节那里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这个就是门徒的问题了 门徒就是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会有两个问题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一条心 会去侍奉两个主 因为他又要侍奉主耶稣 又要侍奉这个金钱 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 但是一个非基督徒呢 他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嘛 他反而很专一的 就是侍奉金钱 我有一次在街上 碰见一个旧同学 他本来是我很好的同学 我很高兴跟他谈话 谈到一个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你现在有什么兴趣啊 你是听音乐啊 还是拍照啊 还是怎么样 他说我唯一的兴趣就是赚钱 我一听见我发现 原来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也不怪他 因为很多人都是那样子的 他就一条心 就是要去赚钱 他唯一的兴趣 就是要去赚钱 那么所以非基督徒 反而没有我们基督徒这个问题 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都知道要侍奉主耶稣 但是同时我们又暗中的 又去侍奉这个金钱 那非基督徒反而他们 一心一意的就去侍奉 就是服侍他的金钱 不过你不要以为他很光明 他一样的黑暗的 因为他根本看不见光 他看不见这个真光 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 耶稣是真光 他根本看不见光 所以他也是黑暗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黑暗 我们侍奉两个主呢 就会黑暗 那个黑暗会非常的大的 好 耶稣在这里还加上 他说不是不应该 而是根本的不能够 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他没有说一个人不应该侍奉两个主 他说你是做不到的 你是不能的 不是误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就是你以为你可能 一些基督徒以为他能够侍奉两个神 其实是不能的 你们不能又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你是做不到的 各位我见过好几个基督徒 他以为他可以侍奉两个主 他也不承认他侍奉两个主 曾经有一位弟兄 他热心爱主 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很好的侍奉 有一次他对我说 他说我要到越南去了 我说你到越南去干什么 越南现在改革开放了 现在这个机会 我说你不是在银行里有个很好的工作吗 他说孙牧师 我现在三十几岁了 我再老了就没有精神了 我要趁着我三十几岁 我要拼一拼 我一听他讲拼一拼 我就说糟糕了 我说你那里有没有教会 他说那里有 我会讲越南话 那里也有华人教会 但是他太太就非常反对 他们一家人搬到越南去 他要发财 他说我希望以后 我进到一个餐馆里边 我不用看这个价格 我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 他这样想法的话 其实他这样子就是侍奉这个马门 长话短说了 终于怎么样了 经过很多年之后 他的钱也没有赚 我在想难道那么容易吗 他说现在无论你干什么 他在越南都能够发财的 真是那么容易吗 他钱也赔了 他的家庭也赔了 因为他在那边就喜欢了另外一个女人 又跟他他家离婚了 终于全家又回到澳洲来了 家庭也破裂了 你看这个就是他根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你怎么可能又爱主 又爱这个金钱呢 是不能够的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当我们这样子的话呢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忧虑 二十五节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当我们又要侍奉我们的主 又要侍奉这个金钱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呢 一定会忧虑的 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还很有信心 哎呀 我一定能够赚到钱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你一定会忧虑的 那么这个是耶稣讲的 其实讲到这个忧虑啊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意识 其实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文化 都有一个基本的意识的 一个意识就是一种感觉吧 一种感觉 一种思想吧 这个意思呢 叫忧患意识 这个不光是我 不是我说的 所以是专家们说的 孔子孟子都说过说过的啊 呃 孔子说 人无远律 必有近忧 孟子也说过的啊 一个呃 现代的一个一个思想家啊 儒家思想啊 孟中山也说 中国有呃 忧患意识 刘在福也是这样说的 连习近平也这样说的啊 他们说这个忧患意识呢 是件好事 因为我们会 事情没有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就预备他啊 那么忧患意识呃 呃 有没有好处呢 他也有他的好处的 但是当他成为我们的基本呢 基本的意识的时候呢 就这个负面的作用呢 就就就就就被夸大了啊 其其他的民族也有他们基本的意识的啊 好比说欢趣的意识 就是美国的美国人的浪漫的意识 是法国人基本的意识 严肃的意识 是德国人的基本意识 轻松的意识 是澳洲人的最基本的意识 恐怖意识 是呃 非洲人的呃呃呃 基本的意识 还有愤怒的意识 那个可能是阿拉伯人 还有胜利 什么叫胜利 就是日本人的基本的意识啊 那 这个呃 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东西呢 但是我们中国人最基本的意识呢 是忧患意识 你在车上在地下铁当中 你到中国去 你发现那些人低下头来 很多人的脸都告诉你 它是充满担忧 很多担忧的 并且到了一个非常的严重的地步 那基督徒的基本意识是什么呢 基督徒的基本意识是喜乐 喜乐并不是盲目的 并不是我们不知道魔鬼撒旦是很厉害的 并不是我们看不见这个世界充满罪恶 也并不是我们不预备 我们还是预备 我们要预备主再来 但是无论怎么样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 我们的基本意识应该是喜乐的 假如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没有这个基本的意识 你这个基本意识还是在那里忧虑呢 那你还没有得到肠道 做基督徒那个很美好的滋味 好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 为什么犹太人的基督徒 还有华人的基督徒 会这样子会充满忧虑 会把金钱看得那么重呢 问题的核心在信心那里 第三十节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野地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这是中东那边 我们这边的草不会这样子的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耶稣说 这些门徒是小信 他们不是不信 但是他们是小信 其实华人 够不够自信呢 其实重视金钱 就是小信 他不是完全没有自信 我要提一下 就是自信心 自信与信心呢 是有关联的 当我们对神 有很大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的自信心 也会增加的 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 我们就相信他的供应 我们就有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呢 就是一种自信 我们不是不工作 不是不努力 而是我们不去忧虑 好 那么到底金钱 有没有价值呢 是有的 金钱本身是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他的先后的次序 因为耶稣说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耶稣在这里强调 这个先后的次序 就是说钱不是没有价值 钱可以买东西 但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个钱的东西 神要加给我们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我们不努力去工作 上一次我们讲的工作的价值 但是是先后的问题 我们要把这个先后的次序搞好 我以前没有做牧师之前 我大学毕业 本来我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做了一年我就去德国 去留学 我在那里是修一个德语教师文凭的 就回到香港来呢 要教德语的 我回到香港来 我在德国文化中心那里教德语 我发现我的工资 跟我大学毕业之后 两年的工资是一样的 就是跟我的同学的工资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那里工作呢 德国人的 他们的规矩呢 两年涨一次工资的 但是香港是一年涨一次工资的 我说过了几年之后 我的同学们的工资都高过我了 所以我当时很多人就说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到德国去干什么 你回来你的工资比我们的还低 我妹妹也说过 她说哥哥啊 假如我好像你那么高的学问 我一定不只赚那么少的钱了 当时她这样说呢 我也感觉到很不开心 但是当时我的价值观 可能还没有纠正 那么工作到底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今天我一点都没有后悔 为什么 因为我在德国文化中心里面教德语 可以说全香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在教德语的 其他教德语的都是德国人 我感觉到自豪 并且呢 我的同我的学生们都是大人 假如我在一个中学里面教书 我的学生们都是比我小很多 都是十几岁的 我的同学 我的学生都是大人 都是下了班之后才来 才来学德语的 我向他们传福音 我向他们传福音 比我在中学里更自由 因为我假期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 我会为他们安排一些活动 安排一些旅行 这是我自己做的 最后我透过那些活动 向他们传福音 最后我带了一个学生信主 这个我就是把我的钱 就是投资在神的国里边 我觉得我回头看 我觉得是非常的有价值的 其实金钱是个工具 它本身不是 它本身一张一张的纸 或者是还有一个个银币 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的 它是个工具用来买东西的 我们不能够把它本末倒置 25节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看生命是个目的 饮食是个工具 饮食是用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身体是个目的 衣裳是个工具 是用来保暖的 金钱也是个工具 是用来买东西的 我们不要把这个金钱 这个工具 看得重要过我们的生命 最后那个目标 还是我们的生命 特别是我们的永远的生命 在天上的生命 那个才是最后的目标 所以我们不会说 金钱没有价值 乃是我们必须要 这个价值观弄清楚 不能够本末导致 我最近我很开心 因为有一位姊妹 打电话给我 她的丈夫有一个小店 那么够他们生活的 他们两夫妇 在有空的时候 也现在去送货 大家知道了 这个疫情可以去送货的 他们的生活也够了 但是这位姊妹 一直而来 她都有一个全时间的工作 她有一个感动 很多年前有个感动 就是去读辅导 辅导英文是counseling 就是将来去帮助其他人的 我很为她高兴 因为她 我认识她 我觉得她是 她的生命 她的个性 很适合去做辅导的 辅导这个东西 在我们中国 是起步非常的慢的 到今天中国 不是没有人做辅导 但是很少很少 大部分的人 连辅导这个词 都没有听过的 那么这位姊妹 要去读辅导 在基督教的一个神学院 里面读辅导 我非常的赞成 但是他们几次呢 他们都很纠结的 哎呀 那假如我去读辅导 那我就不能再去工作了 我们的收入就减少了 终于她这位姊妹 一次两次 没有去读辅导 终于她决定了 因为她最近这个工作呢 给她很大的忧虑 并且呢 消耗她的体力 消耗她的思想 终于她决定去读了 我为她很感谢主 为什么呢 她去读辅导 将来去用她的时间 她放弃一份工作 用她的时间 去帮助其他人 这个就是把钱挤在天上 这个就是先求神的国 我很为她感谢主 你说他们现在生活有没有问题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当然要供一个房子 但是他们有一个小店 他也可以做得到的 不需要太丰富的 好 我有一句话 是一位老牧师已经过世了 他讲的 先求神的国 他说我管他的事 他管我的事 就是我管神的事 神就来管我的事 那不是更好吗 神来管我的事 不是管得比我更好吗 所以这句话 也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安慰 我管他的事 他管我的事 我就没有忧虑了 那么最后我也想 请大家 一同跟我读 下面几句话 读两次 好 我们一块读 我一切所有都属于神 我一切所需 神都供应 我一切捐献 神都使用 去祝福他人 你说 我一切捐献 我请人吃饭 我用钱去帮助人 神都使用 去祝福他人 那我自己有没有福啊 有 因为圣经说 诗比寿更为有福 我比他们更有福 好 我们再读一次 好不好 我们请大家 一块来读 我一切所有 都属于神 我一切所需 神都供应 我一切捐献 神都使用 去祝福他人 诗比寿更为有福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祢释放我们 哎呀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侍奉两个主 我们又侍奉你 又要侍奉那个金钱 其实他不是主 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求祢赦免我们 也求祢 让我们有一个知足的心 我们单单侍奉你一个主 也就够了 一切的东西 一切的需要 天父都会供应的 我们的信心太小了 求祢今天 赐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主啊 我决定不再忧虑 各位弟兄姊妹 你愿意的话 请你跟我一块再说 这一次这句话 我决定不再忧虑 好 一二三 我决定不再忧虑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精力 投资在天国上面 使我们能够充满喜乐 成为更有福的人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我们起立 唱最后一首歌曲 诗比寿更为有福 诗就是风险 是设计是付出 让每个人在基督里面 风风风风风风 贫乏和极客 不足和孤独 在恩典和慈爱里 到的宝足 是就是撇下 是老虎 是付出 全身心都摆上 跟从耶稣 丢起万事 叹作分土 安心悲 其实自家心都添露 是必受啊 更为有福 只从今生灵 丢受赶路 今生有耶稣 牵我的手 这是我最美的祝福 我最美的祝福 我最美的祝福 станet 牵你的祝福 尽的祝福 让每个人在基督里面 风风风风风风 贫乏和极客 不足和孤独 在恩典和慈爱里 以赌道的宝足 是就是撇下 是老虎 是符足 全身心都摆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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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